四皇子哥哥 快开门 来 来娶新歌 都站这么久了 看来这四皇子是不打算开门了 可不是 谁会想娶一个傻子 还是自己硬塞来的 这下有热闹桥咯 四皇子哥哥 你出来娶我啦 离我原点 谁让你穿成这样躲在这儿的 来 滚哪儿去 这四皇子也太不尽人情了吧 就是 太过分了 我清歌 看那边的石狮子 你要是敢一头撞向哪儿 兴许 还能在我心里留一份好感 说不定我就会娶你 四皇子哥哥 你真的吗 当然是 假的 你不是忘死了吧 太可怜了 活该这傻子 持情妄想 果然是个傻子 把他给我丢圆点 哎呀 不是我不让清歌回府 只是他现在都已经是四皇子的人了 无论是死是活 哪还有收回丞相府的礼 这事我可做不了主 好吵 这是哪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 头好疼 清歌啊 姨娘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早点嫁给四皇子 只要你穿着红衣 傻子 杨兄没娘养 我该不会 涅槃了吧 哎 我说 这毕竟是丞相府的家事 与各位没甚关系 大家还是先散了吧 这清歌嘛 就先放这儿 等老爷回来 再做定夺 这三年实在气人太甚 这人都已经晕死 还放在烈日下暴晒 简直早见人命 既然我念盘了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被人这样欺负 我可不能忍 姨娘 清歌想回家 借丫头 你 姨娘 我疼 求你别打清歌 唉 这相府大小姐还真是可怜 看额图的伤都还没处理好 现在连家门都难解 还要被姨娘虐待 娘 先让姐姐进府吧 这不止来 还真是国色金香 难怪大家不追捧她 来 我们先进去 把伤口给处理了 兰儿 娘 先回屋 还是妹妹对我最好了 这女人 有点意思 哥儿 疼吗 芸衣 清歌不疼 傻孩子 你好好休息 芸衣 去给你换水 整个木架 也就芸衣是真心待我 看她难过的样子 我的心竟然莫名堵得慌 想来她在幕府的日子 也是不好过 不然手上怎会有这么多颁补的事 全是粉 得找东西擦一擦 什么鬼 这是哪来的花猫啊 我这脸 好厚的粉 就这鬼样子 难怪会造人嫌 芸衣哥 原来长得这么美 想来是芸衣怕这样貌太张扬 恐遭人极恨 才故意用脂粉盖住 也不知道园主的记忆 有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 芸衣哥 没想到这街景还挺很好的 我穿成这样出来 就没人能认出我了吧 哇 好可爱 但是 好贵啊 没钱 果然寸步难行啊 哇 谁啊 走路不长眼镜 难道 是小偷 很可疑啊 芸衣哥 你想干嘛 女人 人呢 怎么不见了 走走 去那边看看 我要见人 我要见芸 得罪了 你要干嘛 别在啊 快住手 走 去别的地方找 臭男人 你死定了 长得倒是人无人流 做的事情 怎么就这么不入流呢 大叔长得还挺帅嘛 笑 生气了 看来还中毒了 火气这么大 难怪毒气攻心 真是奇怪 这是什么毒 这毒有点意思 手都有点痒了 以前没见过 也不知道 能不能成 不管了 先试下再说 他要做什么 不妙的感觉 先试 哪个穴位呢 纠结什么 扎下去不就知道了 看这反应 应该是没扎对 废话 这可是弹中穴 死穴之一啊 那 会不会 是这里 这尾穴 这也是死穴之一 他绝对是故意的 看来 也不对 不过 没关系 我们可以多试几次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定是这儿了 活着 必要取你手机 搞定 今天遇到我 算你命大 不过 我可没有免费为病人看病的习惯 有了 这会儿又想干嘛 你 你可知我 我是 我管你是谁 你给我 给我 住手 刚才让我受惊 怎么说 也得要个精神损失费 这就当是赔偿了 至于 枕肌嘛 你 你想干嘛 爷 属下就家来迟 请您降罪 先起来 守护领法 是 爷 是谁这么有才 敢在您身上留下这样的杰作 封银留下 封银现在就去执法唐令法 爷 别 别啊 我错了 惩罚加倍 女神 你完蛋了 爷 我和封银赶来前 活住了一名刺客 此人已招任 是慕容副派来的 慕容家最近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出门就小正一笔 果然皇城脚下富人多啊 啊 这不就是身材的好机会吗 梅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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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姨的这场首秀 本侯也可是翘首以判多日 现在人病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呢 梅姨 梅姨 我们只要见孕姨 梅姨 若非你照顾不走 孕姨又怎会生病 哎呀 各位爷 真是冤枉啊 梅姨 梅姨可是请了数位名医来的 孕姨诊治 可得复生无亲啊 我能再好拍 这小子怕是还没出师吧 他能行吗 他要是大夫 那我还是神医呢 就是就是 这 小伙计 你 什么大夫 看这小子 就是想借机偷窥日记 不瞒各位 我叫半夏 出自孔伦山玉须宫 是神医华佗的关门弟子 神医华佗 没听说过这名吗 侯爷 这你都不知道了吧 高人的行踪名号 怎会轻易曝光 我半夏 一名神医 虽不能活死人 肉白骨 可至少 到手并立无意试试 靠的不仅是 金镇的医术 更重要的是 用高尚的低德 非能的人心去招败命 虽然到这里 也都做过 那个资格罗女 不过 也确实没试试 那 要不 让他去试试 嗯 大夫 大夫 怎么样了 从孕姬小姐的外向上来看 恐怕是罕见的 美女幽丝症 啊 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大夫 你可一定得把孕姬治好啊 美女尽管放心 有我在 保药到病除 美女 现在我要给孕姬小姐施针 不宜被打扰 请你暂时回避 哎 啊 好 好 奴家就在外面候着 啊 嘿嘿 只是冷伤风被误诊成了热伤风 嗯 被我说的好像节症一样 我会不会装过头了 嘿 让我看看 我们的睡美人长什么样 啊 哇 血迹花帽 沾尽风流 生命憔悴都盖不住燕丝 真是个清澄清国的美人 哦 搞定了 疼疼 疼疼疼 我的头发 还真是麻烦 你 哎呀 孕姬啊 你怎么了 梅姨 你听我解释 你个臭牛猫 居然对孕姬心怀不轨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头发 不小心沉到了孕姬小姐的扣子 想要把它解开而已 哼 她说的是真的 应该 是的 大夫 刚是孕姬唐突 真是抱歉 没事 孕姬小姐 不必放在心上 没想到 她的心胸 这么获得 这么获得 这两根 也英俊帅气 梅姨 现在孕姬已经醒了 我这里 有一笔声音 想跟你谈谈 哦 我想让梅姨 你做我的中间人 给我介绍病人 你一没名 孕姬 那些病人 凭什么来找你治病 一看之前 这么多名医 都没治好我 这位大夫一出手 我的病就好了 这事传出去 不就有名声了吗 哎 行吧 不过 这收取的枕筋 枕筋好说 五五分成 这个人 说不定能引荐给主上 每天都得把自己 半仇保命 明明我长得这么好看 姐姐在屋里吗 嗯 一股绿茶几时 姐姐 我带月明哥哥 来看你了 来得正好 我正想替原主报仇呢 这不是好好的吗 纸兰你还让我来看他 纸兰你还让我来看他 纸兰你听着 纸兰才是我的真爱 你还是趁早死心 嗯 讨厌 约明哥哥 不要对姐姐发脾气 让我劝劝他 对不起啊 姐姐 我和约明哥哥 是真心相爱的 你要怪就怪我 什么事白脸 不要恨约明哥哥 你嫁给约明哥哥 只会让他萌心 我想 你也不忍看他 成为天下的笑柄 章男配白脸 你俩还真是一对病人 让我们教训你们一下 约明哥哥 你说你会娶天哥的 不要过来啊 你说只要星哥撞了时身子 你就会娶天哥的 放开我 看你是越装越傻 约明哥哥 还有吗 我的手不贴使唤了 当然了 您真能让你手臂静暖 重复动作 快帮我停下来 你们了你干嘛 快来帮忙 漂亮 纸兰 我不是故意的 小姐 没事吧 别管我 快带约明哥哥去看大夫 对不起纸兰 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你们走快点 带约明哥哥去看大夫 哼 我想 我能体会到 容嬷嬷的快感了 爷 刚刚梅姨传来消息 说有个叫半夏的大夫 低数十分了得 想引荐给爷 此人底细查清楚了吗 背景上的调查 画像倒是已经送过来了 请爷过目 是的 还真是冤家路窄 那本王就会会这位大夫吗 是 哟 客官 里边请 梅姨 这么急把我叫来 不知所谓何事啊 难不成是运姬小姐身体有样 不是 公子 是有大声一上门了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公子 不妨打开看看 眼睛要被闪下了 这 这么多元宝 都是给我的吗 那是自然 等等 这么大手笔 该不会是 有人把我错当万花楼的花魁 要替我赎身吧 公子现在 可是我们万花楼的活招牌了 花魁都未必比得上呢 我告诉你啊 这些还只是定金 有人请公子 前往浅渊居 救治一个病人 带公子救治好病人 还有重金感谢呢 是吗 这浅渊居 是什么大户人家 这么大手笔 这浅渊居嘛 好像是承东 一位富家公子的住所 具体的 我也不曾了解 管他那么多呢 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 不算白不转呢 就是这里 没错了 阁下便是昆仑神医 正是在下 看起来一副正经模样 不像是会做那个似的人呢 算了算了 跟我来吧 我家主人等你很久了 真是个惯人 到了 我家主人就在屋里 先生 请进吧 黑漆漆的 怎么也不点个灯 怪是人的 你好像很紧张啊 怎么 来见我 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吗 哎呀 怎么是你啊 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是啊 真是有孽缘啊 哎呦 有话好说 走这么近干什么 再说了 怎么能是孽缘呢 公子可能对我有误会 那日我将你的衣服弄开 是为了给你通通放 这样的话 你的毒才能解得快 哦 那你说 我该怎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 嘿 如果你非要报答我的话 按照和梅姨的约定 随便给我几千两银子就成 我看你这样子 应该挺有钱的吧 你糊弄人的本事倒是不小啊 拿了我的东西 占了我的便宜 还敢问我要钱 你是不是要为你那日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死 果然是想报复我 我是大夫 碰到了人多了去了 阿猫阿狗也不少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你说什么 你拿我和阿猫阿狗相提并论 好重的杀气 看来 不能和他来应的 没办法了 只有 哪能呢 公子你长得这般俊俏 岂会是什么阿猫阿狗啊 我啊 最喜欢 扎人了 糟了 怎么会没笑 哟 哟 公子 你怎么突然倒下了 莫不是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吧 你可不要这样看着人家 人家心里怕怕的 里面怎么没动静了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主子说他要亲自会会昆仑神医 怎么 某人不记得上次的教训了 不看了不看了 今天我就是死也不进去 就守着这个门 你特意为我设下这红门宴 我还不给你一点厉害瞧瞧 你还真当小业 我怕你呀 哼 啊 神医这么快就和公子谈完了 嗯哼 你们家公子好像还约了其他人 说让我先走 让你们俩再次等候 爷今晚还约了人 爷 爷 属下这就是把他抓回来 滚回来给本王接绑 还敢争我 这一下尝到我的厉害了吧 老爷 清歌德行败坏 行为不检点 被四皇子所修 我好心让清歌回府 他却让我当众出丑 若不是兰儿及时劝着 那母清歌 恐怕还想继续对我动手 老爷 你看看这 娘 别说了 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 这是在颠倒黑白的污蔑 够了 这就是我那便宜爹了 知不知道 盐河水灾已经导致附近的居民死伤数万人 此等大事还未解决 我没心思听你念叨这些有的没的 可是 那些难民的死活与我何干 你不过是还想护着你的好女儿吧 爹爹消消气 娘是为了姐姐好 毕竟姐姐这样任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娘没有办法 这才逃扰了爹爹 没错老爷 依我看 这次就让清歌挨起板子 再回房间 闭门寝过些时日 好好反省 这样才是最好的 清歌有办法解决爹爹的烦心事哦 这傻子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老爷 你看看他 就是这么任性 门也不敲 这关你什么事 你 成 爹爹 哥儿 这个爹 好像还比较疼远身 哥儿 你有这份心事好的 但这种事 交给爹爹自己烦心就好 你回去吧 听见了吧 老爷烦着呢 没空理你 清歌知道爹爹为水灾忧心 头发都白了不少 所以才四处找人求教治水之法 可爹爹听都不肯听 等等 你 你当真为了爹爹 四处求人吗 真是胡言乱语 老爷让你快走 你没听见吗 老爷 他可是个傻子 您不会真的 闭嘴 房子小夫大小姐 还轮不到你这么说 老爷 我 我 姨娘 爹爹 这种国家大事 我们规格女儿 可不懂 姨娘是怕姐姐乱说 惹您心烦啊 罢了 哥儿 你说说看 朝堂之事 其实凭他就能解决的 他就是个傻子 这样的水灾 古人看来不可置礼 现代人眼里可未必 爹爹 银河水灾多年 居民死伤数万 这水灾是天灾 其实也是人祸 爹爹现在除了治灾 还得防灾 否则明年雨季到了 今年的灾情还会重现的 你说的对 可有什么办法呢 银河水灾 问题在上游 若能在上游植树造林 便可稳固水土 中游则需退根还湖 加剑造堤坝 如此一来 即便日后再有水灾 也有时间转移百姓 确保安全 植 植树 银河水灾 多少朝中大臣 都解决不了 你一个什么植树造林 就能有用 笑话 你知道是 姐姐 娘说的对 这些事情 不该我们关心 还是不要给爹 增添无味的烦恼比较好 这对母女 一唱一和的 就想否定我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本姑娘当一生 这么多年 练出来的口才 妹妹此言差矣 水灾严重 多少百姓为此丧命 爹爹乃是丞相 身为丞相之女 说只顾探图享受荣华富贵 我 岂不让爹爹 受天下人指责 青色 懒儿也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你 老爷 好 好 哥儿说得对 这才是我的女儿该做的 你们母女多学学 平日少用芝麻大的小事烦我 哎呀老爷 这治水之法又不是清歌想出来的 您这么护着她 叶泰 对啊 寻常女子可不会知晓这些 难道姐姐 还思惠男子 那 姐姐的清白 难免不令人多想 不承认我的典材污蔑我 可恶 好毒的尿 老爷 如此看来 清歌时不时的出福 恐怕 早已成为别人口中的茶余闲话 若再不好好管教 下次可不止是被修回府这么简单了 你 清歌 快告诉我们 这话是谁教给你的 是不是想让老爷照做 然后失败了 好怪在你爹头上 是新疯了 别人不顾是把事情告诉我 罚子是我自己想的 老爷 清歌一直在装傻 他一定是在骗你 丞相爹爹 我没装傻 住嘴 这里还是下府吗 闹够了没有 清歌 爹爹相信你 以后 别老把脸弄那么花出门 我们清歌很好看的 用不着那些纸粉 老爷 老爷 平日天天欺负哥儿 他要是聪明的话 这么多年 会一声不吭吗 在自己屋里反省三日 不到时间不准出来 怎么会这样 娘 爹在气头上 我们先回去吧 回去了 再想办法 总觉得这个爹 那句话别有深意 是我的错觉吗 戈尔的事 一直麻烦你了 最近 他要是有什么 异于平常的表现 麻烦你 尽快告诉我 好 我们的戈尔长大了 你看到了吗 他凭什么可以得到爹的宠爱 还害我和娘 被罚三日禁足 看我怎么收拾收拾你 哟 三天没见 这家伙又有什么坏点子 正好无趣 让我来陪你玩玩 妹妹 你怎么在这玩水啊 这几日风大 要是一会儿着凉了怎么办 母亲哥 你 你 我怎么了 母亲哥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负兰儿 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我今天 非得替老爷收拾收拾你 为我叫了二少爷的公告 这是 我的天 多起来吧 本王前来相府 是打算来和丞相商议一些事的 没想到 却看到这么一出好戏 九王爷 您能够光临相府 是我们相府的福气 还不快去给九王爷倒茶 臣 管教不力 还请王爷恕罪 爹 这个叔叔是谁啊 叔 叔叔 九王爷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了 母亲哥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他不敬 这下不用我和娘出手 他也完蛋了 小丫头 这丫头 勇气可佳呀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有人说也老的 本王才满二十 看着有那么老吗 是二十啊 我还以为叔叔已经快到不惑之年了 秦歌 不可胡说 秦歌不懂事 还请王爷恕罪 母亲哥原本就是一个傻子 他说的话不可信的呀 九王爷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莫责罚相府 母亲哥 别以为老爷和九王爷在 我就治不了你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要责罚 就责罚母亲哥一人足矣 哦 相府大小姐吃傻这事 本王知晓 只是不知 竟然连眼睛也不好使 丞相和赵夫人可得多看着 要是再像上次那盘 又撞到脑袋 说不定连听力也不好 说谁吃傻还势力不好呢 敢把本王说得那么老 不是虾是什么 啊 妾身这些年都把秦歌当作亲生女儿一般对待 自然会好好看管她 不再让她对王爷不敬的 难道姨娘就没对王爷不敬吗 怕是如今姨娘自己就在亲中骂着秦歌和九王爷 责怪九王爷方才爱了她管教亲哥 亲哥 你怎么能如此诋毁姨娘 要不是九王爷在 我 你什么 是本王爱着你的好事了 我 王爷 切身不是有意的 这是一时怒急攻心 是啊 九王爷 我 我母亲她不是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这 起来 竟敢在王爷面前自称我 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若还敢掉眼泪 小心你的眼睛 云姨跟亲哥说过 越是谦虚的人了 她越慌张 莫非 你们就是云姨说的那样 其实真的在心里 按骂叔叔 母亲哥 你 你 娘 快 快把二小姐和赵姨娘扶下去休息 这么快就晕了 母亲哥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轻饶你的 这姑娘天天不带消停 真是有精力啊 臣教女无方 在九王爷面前献丑了 臣这就责罚小女禁足三日 以私己过 不是说大小姐吃傻不懂事吗 只禁足三日早够 起码得一个月 我想更有效果 禁足一个月 这男人 你太小心眼了吧 爱情九王爷 一家书房 臣有正事 想与王爷商议 什么鬼 小丫头 上次的账 我先让你还着这么一点 剩下的池底一块 和你好好算算 包括你刚才说 本王到了不惑之年这一笔 那叔叔得回去多吃点核桃 别转眼就忘了 再不见 亲哥再给叔叔送一趟免费针交服务 爷 您没事吧 走吧 下手真狠 小丫头 我们来日芳芳 我必须要出去 我要出去赚钱 凤绝尘 都是因为你 等我有机会了 小翠啊 现在什么时辰了 灰姑娘 现在是午时 不会吧 还是午时 她今天真的会来吗 嗯 梅姨是这样说的 还有 姑娘 你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个时辰了 可否 注意一下影响 哇 女神好美 应该 应该没迟到吧 扮下公子 你来了 小心 公子他 这是在关心我吗 孕姨姨 孕姨姑娘 孕姨姑娘 你没事吧 公子脸上这个 公子脸上怎么脏兮兮的 是 是吗 让孕姨帮您 孕姨小姐病才刚好 我可以自己来的 公子 你怎么就穿这么点 天呐 他真的是在关心我 孕姨知道了 公子 歇随我来啊 工作被抢掉了 我知道梅姨在哪 他特意叫我来接你呢 没关系 你告诉我梅姨在哪 然后我自己去 孕姨这样对我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哟 这是怎么了 都围在这里 这不是花魁运姬吗 怎么 今天没有被梅姨 藏着掖着 愿意出来接客了 是那个大恶人少爷 听说和他在一起过的女人 都没有好下场啊 是啊是啊 据说 他还和上面的某个人 有关系 都不敢动他 得赶紧去找梅姨 孕姨小姐 来 随本大爷进包厢 一起 不好意思啊 孕姨小姐今天陪我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跟本大爷抢女人 知道我爹是谁吗 比你这个不是东西的好就行了 什么 我怎么不是个东西了 我爹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尚书宁风 他说他是个东西 这小子如此护着花魁 长得倒也挺标致 我说 你跟花魁一起从了本大爷 包你吃香喝辣 怎么样 我去宁少爷好好说话 不然可别后悔 我会后悔 我怎么会 怎么了宁少爷 是不是觉得腿突然麻痹了 还酸疼不已 你 你做了什么 宁少爷不是说自己不会后悔吗 我呀 只是下了毒而已 下 下 下 还愣着干嘛 快去跟我找大夫 请大夫 只怕也没什么用吧 下公子可是昆仑山一虚宫神医化陀的关门弟子 普通的大夫可解不了公子下的毒 没 没你说的这么好了 而且公子还挺身而出 就奴家一危难 在奴家心中 无人能比 公子 于映季小姐 你们两个 在我面前竟然如此嚣张 来人 把这对狗男女抓起来 是 少爷 快走开 有本事就来试试吧 我家主子说你太吵了 让你滚 什么 你 你家主子 他是谁 我看谁这么嚣张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是 是他 快 快走 这是怎么了 冷泉 你怎么又打人了 我说让你来劝人的 不是让你来打人的 你看看你 因为打他 你脚都弄脏了 府里的张喜丫鬟可是很辛苦的 这两个人 你好啊 你刚刚的毒用得不错呀 这个 哪有哪有 你还有没有别的毒货药啊 那个宁少爷看到他 就像耗子剑猫一般 不成 这是个更厉害的达官小怪 其他的药嘛 也没多少 但公子若是喜欢 可以挑挑看 哇 真是多样啊 这瓶毒 能让人十二十分之内 不省人事 这瓶毒吃了 立马脸色暗沉 仿佛将死之人 好厉害啊 怎么样 不知道公子喜欢哪一种啊 要的多还能打折 我 我想全都要 公子真是好评委 不知是七皇子驾到 真是有失愿赢 你 你是七皇子 怎么了 我们一见如故 何必在乎身份呢 不不不 小明不敢 果然 因为我的皇子身份 没人愿意 与我交朋友吗 没有没有 只是没想到 皇子如此拼一尽人 小明有些惶恐罢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公子 时候不早 该回去了 半夏 那我下次再来找你玩哦 好 公子治好运机的事情 已经散步出去 有不少人呢 找我打听公子呢 真的 那可太好了 只是 公子行踪不定 之后 不知怎么联络公子才好啊 这倒也是 你也不方便去找我 有了 这样吧 若是让我出诊 你便在相府墙上 花曼陀螺花 我看到就会过来 到时 这件事 不可让外人 今天的水果 让我看看 最近有没有好东西 这个不错 可以送给云姨 到了 这不是半夏公子吧 这么巧啊 不是吧 怎么是她 真扫兴 想跑 没记错的话 当时本王可说的是 禁足一个月 行行行 我错了 忘年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等小女子吧 哎呀不就是开个玩笑嘛 跟你道歉行了吧 干嘛这么斤斤计较 小气巴拉 一点风度都没有 风度 你怕是忘了之前在暗像中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你你 你想干嘛 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 完了 我的毒药都卖掉了 啊 公然违抗本王的命令 这该如何处置呢 对了 丞相似乎还不知道 最近颇为有名的神医半夏 那就是她的宝贝女儿吧 你怎么能 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 你 放绝尘 你这个小人 好憨不吃眼勤快 现在还不能和他硬碰硬 你想做什么 这才对嘛 风仪 将马车上那支笔拿了 来喽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喂 你别太过分 忍毛我了 再给你挤震 你以为本王是被吓大的 你现在安分点 本王就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所以 你不要乱动 银鲜的水果 便宜喽 我骗他 把头抬起来 要不谁看得见 你放心 本王一言计出 似我能知 好好绕着城里走一圈 你还是威风的神医半夏 学臣 我等着 我和你施不了命 好无聊啊 云姨 还没选好吗 随便挑一件不就得了 这事哪能随便 哥儿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公宴 还是皇后娘娘亲自邀请的 可得重视了才行 这个月时间的禁足都快无聊死了 可算是要结束了 唉 这些衣服都是几年前的 太旧太宿景了 要不 云姨让人给你做身新衣服 不用了云姨 我看这些衣服挺好的 不用再花钱了 这怎么行 这次公宴为了庆祝水灾治理成功 邀请了众多大官贵人 哪家小姐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 哥儿 你可是相府嫡女 以前的状况不适合进宫 但现在已经长大了 第一次进宫可不能被人看清了去 要是夫人还在 看到你受了这些委屈 该多伤心 谁在外面 爷 没人 好可爱 你真是太可疑了 爷 那里怎么有碎瓦片 还有之前的黑影 差点被发现 这件事要马上就没 大人 是凌峰啊 进来吧 大人 发现那拨人了 从来人腰带上的暗花来看 是宫里的人 宫里的人 这一天 终究还是来了 来人 没叫进宫 母亲哥的事 瞒了这十六 是你弄的 还是他 他已经先去十六载了 此事 皆臣一人所为 服务 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欺君 皇上 臣有罪 不过 此事倒也不是没有挽救的机会 这衣裳 料子极好 不知是在哪家铺子扯的 请问 谁让你乱拿我小姐衣裳的 捧坏了 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 秋雨 我看这衣服不错 能告诉我 这是在哪里做的吗 这可是二小姐为宫宴准备的衣服 自然是京城最好的成衣铺定做 你想买也买不到 你看上的这件 还是我家小姐不要的呢 秋雨 你怎么还在这儿 云姨 二小姐 你来干什么 奴婢见二小姐准备的衣裳十分好看 便想问问在哪家铺子采的 母亲跟明日也要同我进宫 难道是想来打听我穿什么 她好东施笑评 引得四皇子关注 简直是痴心妄想 既然如此 不如我将这衣裳送给姐姐吧 多谢二小姐 来人哪 这个贱婢竟然偷我的衣裳 给我打 云姨这么久不回来 该不会又被厨房大娘给刁难了吧 奴婢 错了 奴婢 是云姨 云姨 不 不要 你敢打下去试试 小姐 小姐 云姨 你没事吧 大小姐 云姨 清哥在 已经没事了 姐姐身边服侍的人手脚不干净 偷了我的衣裳 哎呦 姐姐之后可要当心呢 云姨偷你衣服 秋雨 你来说 我 我看见她偷偷摸摸地靠近我们院子 连忙追出去看 就 就发现 她手里拿着二小姐的衣裳 你给我闪一边去 慕智兰你给我说清楚 不然我连你也打 大小姐 不可 你明日就要进宫 万不可为了奴婢把此事闹大 若打马手足这件事传出去 小姐的名声可就坏了 那奴婢九泉之下 再无颜面去见夫人 芸姨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姐姐和这奴才还真是主仇情深 看得妹妹都于心不忍了 衣服的事就算了 就当是送给姐姐的吧 小姐 姐姐没什么事 妹妹我就先走了 芸姨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 衣服的事 我会自己解决 慕智兰你不是喜欢出风的吗 明天我让你出个够 参见皇上皇后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忠爱卿平身 今日只是庆功宴 大可不必这么拘束 这次可多亏了 丞相提出的治水之法 言和百姓才免遭灾难 不敢不敢 皇上谬赞了 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 慕府家卷到 臣女参见皇上皇后 心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啊 纸兰还是如此温柔大方 之前就曾听闻 慕家的小姐们气质不凡 今日一见果然不俗 只是 慕大小姐这身衣服 未免太过担保朴素了些 等等 那是慕清歌 不可能 她怎会站在纸兰旁边 也毫不逊色 难道 你一直都在骗我 回避皇后娘娘 水患之忧虽减 但灾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臣女便将那些贵重衣物 便卖为钱粮 圈与灾民 故此身着朴素 还望皇上皇后见谅 哦 慕大小姐倒是有心 慕乡教女有方啊 哼 在皇后面前花言巧语 以为这样 就能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吗 皇上 娘娘 只拦一个身归女儿家 懂不不多 却也知 皇上与众大臣 未解水患 忧思伤神 臣女斗胆 想为各位献上一曲 以示臣女敬佩之心 朕早听闻相爷的女儿 才请当属难处一二 今日朕有耳福了 皇上如此赞誉 臣女实在是愧不敢当 不过 此曲还需要一人鼎力相助 望皇上恩准 哦 什么曲子 难道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回禀皇上 此曲名为流仙原曲 是需要两个人来完成的 流仙原曲 此曲虽然是京士 但也是残曲 你能完整弹奏 回娘娘的话 臣女不才 虽然不知小完整的原作 便自创了残缺的后半首曲子 臣女将这后半部分 交给了和臣女关系最好的人 姐姐 你可还记得 只来所交给你的曲子 我们就在皇上 我们就在皇上和娘娘面前 一同演奏吧 我没听错吧 天下谁人不知穆大小姐 别说弹琴 就连字都不识啊 哼 那还用说 根本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傻子 别想在我面前抬起头来 我要让你一辈子受人耻笑 什么前半部后半部分的 我怎么毫无印象 莫非妹妹是在睡梦中交的我吗 姐姐你 平时捉弄我也就罢了 但这可是在皇上和娘娘面前啊 母亲哥 你不要事事都针对芷兰 她性子好 也容不得你如此欺辱 也太放肆了吧 这可是在皇上面前 就是 刚被皇上夸奖两句 就这样敲尾吧 改琴 哼 哦 这就是流仙元曲啊 我还从没有听过 真是不同凡响了 如此美妙的曲子 这是 这首曲子好熟悉 但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啊 手 手在动 不对 是这身体的记忆 怎么会啊 这十六年里 你一直在我面前装下 不可能 不可能 她 她怎么会 老天都要助我 慕智兰 接下来 你可要好好接招 此曲只因天上有 这才是真正的流仙元曲 这才是真正的流仙元曲 陛下 陈曾听闻 东离 长阳公主 十七岁 能够完整弹奏此曲 已为天下第一人 没想到今日 我南楚 有人十六岁 便能弹奏此曲 哈哈哈哈 好 如今看来 我南楚 更是压她东离一筹 本乡若是鸽儿出丑 皇帝能歇了那个想法 没想到 多谢陛下赞赏 去 哇 姐姐好厉害 看来我不惜占用 自己的练习时间 教会姐姐 还是很有用的 纸兰真为姐姐感到开心 教我 这种话 亏你现在还说得出来 少在这心情作态 姐姐之前形同吃傻 我能教会姐姐 已经实属不易 姐姐你怎么这样 如果不是纸兰教你的 就凭你 怎么可能弹出 这么难的曲子 我 九王爷到 他怎么来了 不是说 他一向不会参加 这种宴会吗 起来吧 卫文 你不会是来 帮你拿好侄子的吧 你不是很厉害吗 我想什么 你不知道 你刚才说这首流仙缘曲 是你教他的 回王爷的话 若非臣女悉心教授 姐姐懵懂无知十六年 如何能够弹奏 这么难的流仙缘曲呢 这纵军臣就是来落井下石的 你确定 在皇帝面前弄虚作假 可是欺君之罪 皇叔为什么在帮穆琴歌说话 姐姐他 这曲子 如果流仙缘曲是你教的 那本王算什么 臣女 臣女不明白王爷的意思 琴歌 你莫不是忘了跟他们说 你这首流仙缘曲是本王亲自所教 什么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这 穆琴歌 竟然是得到了王爷的指教 王爷出征过东里 难道这完整的曲谱就是 难怪穆琴歌比木指兰弹的还要好 本也就是姐妹间的小打小闹罢了 倒是王爷 何时有了这个雅兴 交个女儿家弹琴 本王看这丫头 人虽有些愚笨 但实质纤细柔若无 正是习情之财 本王起了惜财之心 便将流仙缘曲交给 小丫头 你来说 是不是本王交给你的 若没有本王的指导 凭你之前痴痴傻傻的样子 这首流仙缘曲 你能弹得如此完美悦耳 别凑我这么近 我为什么会弹这首流仙缘曲 细究起来 确实引人意义 这首曲子十分二手 手在琴上就不自觉地弹了出来 就好像是我本身会弹一样 想来是这首曲子对缘主非常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 我之前可是个吃傻人士 现在凤绝尘过了横插一脚 我怎么甩锅说是别人教的 不过 他这样说 也算间接帮了伟哥忙吧 是 王毅的受取之恩 臣女默尺难忘 娘娘连这也要过问 莫不成 我收个徒弟 还得经过娘娘手 凤绝尘居然这么护着母亲哥 他们的关系仅仅只是师徒吗 本宫也只是好奇罢了 绝尘想要收徒也是清哥的福气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 却没想到让别人见了偏 皇上 娘娘 奴婢的确是教了姐姐此取 只是不知先前王爷教过 所以 四皇子哥哥 四皇子哥哥 求求我 四皇子哥哥 姐姐 妹妹并非真心冒犯你 你就看在我们姐妹情深的份上 为妹妹说句话吧 妹妹 你不要这样 九王爷看我可怜 教我情义 妹妹这样阅祖带庞 难道 妹妹根本没把九王爷放在眼里 不 不是 皇上 此事都是臣叫你无方 还请皇上皇后娘娘 允准臣将纸兰带回家去 严格教导 允了 谢皇上 还好 母亲哥 骗我的事 我俩没完 怎么感觉皇兄在看我 皇兄 这次穆大小姐 谈出如此完美的流先缘曲 臣弟决定 皇兄得好好奖赏穆大小姐才行 是 我又想干嘛 绝成此言 圣何正义 以你看 应该给什么样的奖赏呢 我记得我们南楚 似乎多年前封过一位郡主 若是只有一位郡主 那未免也太孤单了 皇兄觉得 就将母亲哥封为郡主吧 什么 还是来了 这两人的名声 邪满算借位 陛下 臣妾觉得不妥 哦 皇后觉得有何不妥 不知陛下可曾记得 秦和郡主慕容卿身为女子 却凭自身的才华 获得了京城才子一致认可和赞扬 乃世间第一人 故被封为清和郡主 若只因为能弹奏出流先缘曲 便被封为郡主的话 我南楚的郡主 岂不是太容易当上了 皇后娘娘说的有道理啊 如此 确实 陛下 皇后所言合情合理 郡主此等殊荣不可随意赏赐 还请陛下重新考虑啊 还请陛下重新考虑 朕要焚她为郡主 自然是因为她担得起 沐相 你觉得呢 回禀陛下 小女的确当得起 沐相爱女心切 其心可佳 但可别把话说得太满了 皇后娘娘有所不知 沐河水灾的治理方案 虽是陈尚书皇上 但方法却是小女所出 什么 爹爹 丞相此言 恐怕难以服众 沐河水灾这么多人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丫头不仅先前吃傻 更是 沐河水灾 臣女提出治水之法 是为避免百姓再遭受流离之苦 并无妖宫之意 若顶着吃傻的污名 授封郡主 只会令皇上名誉受损 试问天下 有谁会承认一个 带着吃傻名号的郡主 本王倒是要看看 有谁不信 你有的 可不仅仅是这些 他干嘛这么为户啊 不要忘了 你可是本王 清传弟子 占我便宜 这丫头为了拜本王为师 平日里端茶送水 抢着做丫鬟的事 本王实在是于心不忍 王爷讨厌 下回臣女端给王爷的茶水 王爷可一定要细细品尝啊 看来他们关系确实很好 看王爷他笑得多开心 你们谁还有异议 可以站出来 让本王看看 呃 没 没有 既然如此 木相之女木卿哥 才貌双绝 并敏人之孤 寄人之吉 朕生感于心 封木卿哥为瑞阳郡主 特为嘉奖 谢楚龙恩 恭喜 恭喜啊 恭喜木相 瑞阳郡主 品级居然比慕容卿还高 皇帝是在警告慕容家吗 不过 木卿哥可是对明儿死心塌地 你们做的不过是无用功罢了 啊 哎呀 臣女差点将重要的事情忘了 哦 说来听听 臣女自小便知道与四皇子有婚约 但臣女还未过门 四皇子便已经将臣女休戚 谢 得寸进尺的女人居然想趁受风的机会提这事 就算你成了郡主也没资格嫁给本皇子 不过一个侧妃之位倒是能施舍给他 王妃的位置 依旧是指拦的 你是不可能成为我的皇子妃的 如果是侧妃我还 请皇上废除臣女和四皇子的婚约 还臣女和四皇子自由之身 以后他娶我嫁 互不干涉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本皇子的意思是 这个 就是 就是 对 我也是想退婚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 皇上 既然四皇子也有这个意愿 那就更应该早点费了这桩婚事才是 当你是什么人 竟敢退本皇子的婚 要退也是 身为男儿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如同泼妇般撒泼 明儿 这桩婚事 可是皇上倾刺 那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能退的 皇上 当初都是月明不懂事 如今月明知道错了 肯定不会再做那些荒唐事 以后有本宫为你做主呢 本宫定会将你视如己出 这宫里面变脸的人 还真是多得不得了 臣女 谢皇后娘娘相护 但臣女的心愿已经表明 还请皇上成全臣女 也成全四皇子 臣女这么做 可以为了四皇子好 谁人不知 四皇子早有心上人 甚至相遇到臣女面前 请求臣女放过他们 任天底下所有女性 也没人受得了这种屈辱 臣女实在是不愿再令 相府蒙宵 这样强势的妈 凤月明不就是长大的熊孩子吗 穆智兰你们还真是王八找对到 这倒是有趣了 这位穆大小姐倒是个心灵之人 经过那样的事情 还能如此宽宏大量 为了四皇子着想 臣妾看 皇上还是成全他们吧 你 好了 杨贵妃说得在理 既然如此 四皇子与瑞阳郡主的婚事 就此作罢吧 臣女领旨 儿臣 借借 娘娘 皇后本就不惜您 今日您帮穆姑娘说话 我就更让皇后视您为眼中盯吗 我曾遇见过一个人 本宫羡慕她 更是嫉妒她 虽说一切都过去了 但心中却从没忘记过 本宫为何帮她 欠了的 终究是要还回去的 大小姐今天累坏了吧 奴婢泡了茶水 哥儿 你在做什么 你可是女子 怎能有如此粗鲁的举止 是云姨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找到了 累死我了 这不是 夫人在世时 最喜欢的那本情谱吗 没想到 小姐也喜欢 娘亲今天 可帮了我一个大忙 虽然最后是凤绝尘替我解的围 但今后再也没有人说我吃傻了 啊 原来如此 是 啊 是九王爷 是啊 怎么了 这个九王爷 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南楚战神啊 狼狼狗直战 南楚即将被攻破 九王爷请止带兵出征 仅仅用九千币 便破了敌国的三万代军 九王爷一战成名之后 再无败尽 奠定了南楚大国的地位 百姓 百姓都称呼他为 云出战神 啊 想不到 九王爷竟会在宫宴上帮你说话 这倒也是好事一桩 奴婢去给你打水洗脸 大小姐 早些休息吧 这怎么可能是好事 我绝对惹上这么一个麻烦 真的是 谁 怎么 你的胆子不是很大吗 居然吓成这样 怎么是你啊 怎么办 听了云姨说的话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了 别人眼里的她 有这么恐怖吗 九王爷您突然到访 人家有些惶恐嘛 竟然如此乖气 难道是念及我帮了她的事 算你还有点良心 就算是战神又怎么样 占我便宜的事情我还记得呢 下次整你的时候 更隐蔽些就行了 这 他自己房间的茶 应该没事吧 嗯 好茶 这 这家伙 居然喝我刚喝过的茶 这不吃了姐姐 居然又占我便宜 看我怎么吃你 茶嘛 自然是好茶 但那杯子 可是云姨喝过的呀 没想到 堂堂九王爷 还有这样的癖好啊 小丫头 你是不怕死 还是真以为 本王不会杀你 死我肯定怕了 我只是知道九王爷 一定不会杀我罢了 哦 何以见得 九王爷 若是真想杀我 就不会力邀皇上 封我为郡主了 对此 我还要多谢九王爷呢 小虎 那你知道本王为何帮你吗 因为本王难得找到一件 好玩的东西 丫头 你可千万别让为师失望 你 你是流氓 他又怎么了 这次走得挺快啊 看你晕成死猪还怎么躲 看来 瓶子丢错了 皇心 这瓶是绿繁荣 什么 还了还了还了 绿繁荣 这么危险的东西 你怎么能随便带着身上 我 你先把它还给我 我还没见过这么烈性的绿繁 没收了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提炼出来的高浓度硫酸 那给我 你干嘛 这本书 你可以看看 什么东西啊 医书 一本医书就想换我的硫酸 小的 这 这是 只有很多早已失存的医方 在连古代世卫执政的不能都有治疗方法 啊 树凤 那个神医树凤吗 听说在百年前 神医树凤用自己的医术 救了数万百仙的那位 嗯 仙呢 我在现在学的是系统化的中西医 大部分还是用设备 有很多边在古代 我都没有头绪下手 现在有了这本书做媒介 让我加深了解古代的中医 我的医术肯定能经经不少 不过 这凤绝尘 有时历见我当郡主 有时送我医书 无事献殷勤 非奸极盗 况且我之前还那么对她 怎么想 我都像是 养活了在宰吊的猪啊 谢了 直接说吧 你想干嘛 你还挺聪明的 你明日 来我府上一趟 你让我去我就去 那我多没面 你再凑我这么近试试 看你能将流先元曲 弹得如此熟练 想来教你的师父 情义不错 别拆开话题 你家我是不会去的 还有 就算所有人以为 你是我师父 我也不会承认的 流先元曲是东里人写的曲子 两国交恶 完整的曲谱早已失传 他这里怎么会有完整的曲谱 你干什么 很痛哎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明天记得来 你这个人是听不懂人话吗 喂 爷 您怎么这么快 闭嘴吧你 去查一下慕青哥的生命 要仔仔细细 丝毫不漏地查 是 他到底有何居心 这回还让我去他府上 不议他是为了戏弄我 那我这不是送上门给他欺负吗 不行 我又亲哥 怎么可以任人宰割 不就是想拿医书 让我乖乖听话吗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熬过高考 考过职业医师证的高材生 有多么恐怖如此 快点快点 搬进去 哎 小心点 别碰坏了 哎呀 轻点 哎 好的好的 云姨 我想回房间躺着 小姐忍一忍 好好记住这些礼是哪家夫人送来的 待会儿还要 哎 可是我真的好困啊 哎呀 小姐你看 这份是九王爷送的 什么什么 他要来拿书了吗 书 不是书 是一幅字 哦 这 这货当师傅还当上瘾了 呃 那个 看来郡主真忙得很 也不知道我们来的是不是时候 你们来做什么 纸兰这次是来给姐姐请罪的 望姐姐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纸兰 哎 又来了 你装的就不累吗 哎 有了 这样吧 想让我原谅你 你只要做一件事 帮我照看九王爷的末宝吧 这么简单 考虑的怎样啊 就算不傻了 这十几年来的切诺性子 哪是一下子就能改过来的 看来是我多虑了 那就按清歌说的 这照看好了 且慢 九王爷的字画如此名贵 纸兰怕自己手笨 会照看不好 凭什么帮你管字贴 若是你求我 说不定我还会 真的吗 他算的这玩意儿 有点作用吗 不过保养一幅字画 竟然难倒了男储第二才女 说出去 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吧 哎呀 云姨 难道妹妹的才女之名 不过是鹅船 这要是被别人发现 爹爹又要帮她擦屁股了 大 大小姐 纸兰才女的名号 可是凭着真材实料得来的 可不像某些人 还愣着干什么 鸣娘 再慢点 当心郡主反悔 我就知道 一幅字画难不住妹妹 不过 既然答应了 还有什么要求 秦歌尽管说便是 那就要按照王爷说的 早晚各焚香一次 白日细细浮沉 晚上将其密封好 这些步骤 一步都不许落下 要是这幅字 脏了 皱了 没了 哪怕一点点 结果 你们自己掂量 你耍我 老远就听到这里吵吵闹闹 又怎么了 爹爹 女儿来祝贺姐姐成为郡主 却没想到姐姐 行了 我知道了 哥儿 你跟我来书房一趟 哼哼 姐姐可不要再惹爹生气了 木质兰 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 大小姐好帅啊 说吧 都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让他帮忙照看九王爷的字画而已 我叫你来 不是问你这些 那还有什么 莫非 难道 是班下的身份被发现了 不会真是这个吧 要解释吗 有可能 是我想多了 九王爷在外人面前 处处维护你 你可曾想过 是因为什么 九王爷 您是说他呀 皇上要对付慕容家 你当上郡主 并没有这么简单 慕容家拥护先皇有功 先皇立下圣旨 难处的皇后 只能是慕容家所处 历代更迭 慕容家权势越来越大 引起皇上的疑心 难怪他在宫宴上表现得如此反常 就是夸他性格好 这样的性格 哥儿觉得好 现在的年轻人 真搞不懂 哥儿你 可是不太开心 没有 就算你不是郡主 在这京城 照样没人敢惹你 若是有人欺负你了 告诉爹 爹帮你 嗯 慕容府全清朝野 你有难控之下 爹爹会尽最大的努力 为你负重前行 哼 可恶 他居然在立屋 我今天就不去他府上了 不过 他等不到我的话 会不会一代战时 就此黑化 千铃无辜 万一世界因此毁灭了呢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罪孽深重 那又如何 难道我还治不了他 可恶 他居然在立屋 我今天就不去他府上了 不过 他等不到我的话 会不会一代战时 就此黑化 千铃无辜 万一世界因此毁灭了呢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罪孽深重 那又如何 难道我还治不了他 来来来来 神医班下 请你跟我走一趟 别动手 我是风银 风银 你分明是个猪精吧 你别过来啊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王爷 你怎么又到门口来了 是在等人吗 是在等穆小姐吧 下次还火焰乱你 惩罚就在下 你还笑 我被打成这样全都是因为你啊 所以 你找我是想让我给你织这张脸 不不不 王爷让我来请您 您就帮帮忙吧 再被罚 我的脸就彻底毁了 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地求我了 那我就去一趟好了 搬下神医 王爷就在那边的马车里 为师真没想到 你翅膀这么快就硬了 说吧 昨天你为什么没来 我为什么没来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难道他已经猜到了我的打算 按这反应 果然没错 如果不是爹特意提醒我 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层 其实你根本就是没事找我 只是想让某些人看见我去找过你 丞相的女儿和你交好 这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吧 既然你都猜到了 还敢不来 你就不怕我对丞相府下手 你要是真有这闲心 还用得找我配合你做戏 给别人看吗 先是半夜私会 现在又孤男寡女共处一辆马车 王爷该不会和穆小姐 王爷我不是有意的 王爷你没事吧 果然如我所料 明白明白 我们这就滚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刚才故意拉住我 就是想占我便宜吧 现在还被你的手下看到了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 就这么毁了 明知道这是意外 但是莫名有些紧张 你居然还不松手 你想摸到什么时候 快放开了 又想来这头 阿雷被发现了 你没觉得你的手 有点痒吗 什么 上当了 沐青哥 再胡闹我就 你要是敢动手 我马上喊人强强命呢 这么激烈啊 王爷 哇 这是 别进来 谁找我 成功逃脱 溜了溜了 他跑了 快去追 王爷 死了一下 更肿了呀 沐青哥 以为这样就能跟本王撇进关系 做梦 封银 回去和自己去执法堂领伐 是 王爷 我 王爷 那我呢 封银 你不用加倍了 去小黑屋带满一个月子出了 不要啊 这新作的烟雾剂 感觉效果还不错嘛 可惜银针 好像只扎中了那两个侍卫 不然 还真想看看他那个样子 等等 这花 是不是太大了点 难道是有大声音 半夏神医 您可来了 梅姨等您老半天了 听说您来了 卢家特意 人呢 梅姨 我来了 这 这么多 半夏神医 你终于来了 有才神爷来重金求医了 爷 这就是半夏神医 肯定能让你物超所值 这 我怎么觉得 他更像是来找我 算账的 俺家公子已经病重五日 全京城的大夫都束手无策 半夏公子的本事 没一个俺说了 俺信 但是没想到 你看起来这么小 没关系我不介意 沉静到位万事好商量 没想到半夏公子这么理解人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病 这么难治 你 安折 沐医生 这是今年来我们医院实习的安折 你负责带他 你好 你忘了给二十三床的病人做常规 我们被投诉了 前辈对不起 怎么回事 连个病例都没有写清楚 我错了 你过来干什么 你以为还和在医院一样 我还能整天照顾你吗 这里是战场 给我滚回国去 哎呀 我要过来保护你啊 金哥快跑 安折 金哥 你别哭 你别说话了 撑住 我一定会救你的 以后 就没有人给你惹麻烦了 都怪我 都怪我 你哭了 安折 你没死 你还活着 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不过还怪好看的 这位公子 你是不是认错 你的指甲 你中毒了 少爷 你对我家公子做了什么 还不要总是这么吓人呢 等等 清华住手 清华 我无碍 你误会了 班下公子 万分抱歉 算了 都这样来无碍 不要逞强 让我来给你把脉 那就劳烦了 脉相如有死 仿佛已死之人 只怕中的是 五毒伞 神医这么快就知道是什么毒了 那俺家公子是不是有救了 五毒伞是天下奇毒之一 世间无解 就连神医速凤都没有办法 可 可是 速凤不会治 不代表 不代表班下公子也 这种毒 要是放在我以前 不过是小问题 诶 不过现在我 还没有办法 你这是在逗碍 清华 不得物理 还要我说多少次 是 公子 这人有病呢 既然是天下无解之毒 看来 也是我命数到了 怪不了别人 安诚 就算天塌下来 我也会帮学姐顶着的 班下公子 劳烦您跑一趟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班下公子 你给我死开 是才给我把脉 时就感觉到 班下公子的指腹 如此细腻 不像是经常 处理草药的手 男子 也有这么柔软的手吗 公子 你没事吧 脸怎么这么红 你现在可不能太着急 情绪一激动 毒素会加快流动的 我只是太开心了 班下对这位的态度 和对其他病人 可不太一样啊 难道 班下的事情 我可想不通 还是先告诉大人吧 王爷就在里面 多谢 属下梅英 见过主子 怎么 慕容府那边 又有东京了 并未 这是今日 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 居然会来万花楼 向班下公子求医 求医 三皇子身中五毒散 可疑的是 他并未告诉杨贵妃 而是悄悄在民间寻医 虽然这毒难解 但是班下公子 对他的病情很上心 今日还笃定 一定会救三皇子 很上心 是啊 属下进去看时 班下还心疼得眼睛都红了呢 真是一者人心 哦 是吗 那浩玄一定会好好感谢他 这 这倒未必 毕竟两方只是交易 白天从我这里千方百计的 有一个人 就是为了他 做得不错 之后这样的事情 都要向本王汇报 是 属下会派人 盯烧三皇子那边 不是盯着他 是盯着他和班下 是 属下告退 王爷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下床了 药也没喝 都快冷了 班下公子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不要让我用墙的 好吧 班下公子不拘小格的态度 倒是跟我等被 繁粗规矩束缚的人不同 或许 这就是江湖人吧 自己擦嘴 哦 关于五毒散 我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办法 或许可以救你 只要找到一位 内力深厚 并且愿意配合我治疗的高手 我自己的病 一定要牵连旁人吗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只要相信我 你一定会没事的 班下公子 整个京城 能达到我要求的 只有他了 不过 他真的可以吗 好香 并没有传说中的这么强啊 要不 还是回去让清华试一下 班下公子 您可算来了 小的等您好久了 哎呦 您这一来 王府简直就是旁壁生辉 这花都更香了 我们王爷啊 就在前头等您呢 咱可得快一点 慢着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这 这 说 班下公子你想多了 小的只是开心而已啊 你不要跟我耍花样 你们王爷到底打什么主意 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 否则 在下只负责待人 确实不知 他若是再整我 多来几阵 就挨死了 是是是 王爷就在湖中前面等你 要 要坐船过去吗 是的 王爷吩咐了 只让班下公子一人前去 他怎么这么紧张 难道 班下公子你放心 这船 我会用内力推动 在湖面上自动游过去 不用你划船 我没事 走喽 谁 都是谁 你是 要救安折 妈妈 妈妈 我 不要 不要 身体动不了了 救命 谁来救救我 你觉知 木槿哥 你就这么不想来招待我 不惜跳舞吗 你还有脸哭 把别人弄得这么冷 自己的出来 凤居臣他 居然是他救了我 你过来 我帮你 哦 你在看什么这么脸红 啊 塞兰 等一下 我只是想帮你把衣服烘干 哇 身体还没恢复体力 喂 你 别动 居然是 我 谁 我一架 如果你帮我一件事 刚刚你对我耍流氓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倒是对相辅大小姐 为何会费尽心思去救一位刚见面的男人更感兴趣 你若是解释的让我开心了 我还能考虑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救人 我和他的事情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 天下间我并不知道到底还有谁可以救他 但是我知道你呢 你可以开条件只要我能做到 和当朝三皇子的关系 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 看起来这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买卖 那九王爷的意思是 这样吧 你答应我三个要求 那人我便帮你救 可以 但我必须跟你说 这救人的方法非常危险 倘若你坚持不住 很有可能丧命 但是我会尽量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如何 难道他不愿意了 你要干什么 凤绝尘 你不是说什么条件都可以 现在我要你下水 你说什么 沐锦哥 你看着我 不要怕 只要你下水 我便帮你救人 很划算是不是 的确是很划算 若是别人身上 早就飞下水去了 但是我 想要在这潭水里活得长久 可不能有这么明显的致命人 不管那么多了 这里的水位没这么深吧 沐锦哥 可惜 救 救命 救命 你还住在这里干嘛 快救我上去 九王爷要爱护小动物啊 不 原来堂堂九王爷很怕青蛙 只是碰到这种浑身粘稠的东西 觉得很恶心罢了 盘河害怕 你不怕水了 这么说起来 好像 你是傻了吗 这次你在 奇怪 没有不适感了 好啊 你叫我下来 果然是有目的的 不过我现在才不怕呢 九王爷的第一个条件 可白费了 小青蛙 我不怕水了 没有白费 刚刚好 对啊 是小青蛙的家人 要过来了吗 啥 快把你手里的玩意儿丢了 九王爷别怕呀 公子 班下公子 今天可来得晚了 公子 是俺 是青蛙来了呀 青蛙无能 没能查到背后指使 只查到 是宫里的人下的毒手 啊 就算我无心皇位 只想做一个逍遥自在的人 也没办法独善其身嘛 俺听说 七皇子近来 对天下歧途颇有兴趣 看来 蓝意天性无邪 也知道我无心皇位 不可能对我下毒 不要胡乱猜测 可是公子 好了 你退下吧 班下公子 进去吧 今日他可能不会来了 公子当心 不是都说了 外面风大 让你少出来吗 累死了 快进屋里去 怎么走这么急 我又不会跑了 请华参见九王爷 你们认识啊 浩轩见过黄叔 不知黄叔来了 未曾迎接 还请黄叔输罪 啥 黄 黄叔 难道你是三皇子 奉 浩轩 我中毒的事 若传开 恐会引起宫中大乱 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的 没事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是我认识的浩轩公子 既然九王爷早就知道 你要救的人是自己的侄子 一定会更用心帮忙的 您说是吗 九王爷 就是自然 你找的人是黄叔 绝对不行 黄叔是南楚江山的保护神 怎么能让黄叔为了救我一身涉险 万一 以你体内的毒 已经扩散到筋脉之中 换血之事 已经不能再脱了 浩轩 如今这样 也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要相信我 相信九王爷 我不想再看你出任何事 浩轩中毒之间 从未和墨青哥有过接触 墨青哥怎么会对他 有这么重的情感 既然要换血 还不赶紧准备 不过 没想到半夏对本王如此有信心 真叫本王受宠若惊 那等会解读时 王爷要担得起 在下的这一番夸奖才是 稍等 我找找东西 我记得你是放在了这里 你这是干嘛 不是说要快点解决吗 啊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这批暗神丸是要在换血前吃 有助你们 尽其暗神 九王爷怎么知道 半夏的药在哪里 半夏衣服也换了 鞋子却还是原来的 难道他们 公子 莫不知九王爷和半夏是断绣 你在摸哪儿 居然还有 你怎么走 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你去备好绷带和止血汤药 等换血一结束就要用上 是 切记 换血不能中断 所以都要保持静心 冷泉你快点 好不容易从梅姨那儿知道他来了 今天要找半夏玩个痛快 秦华 你不是我三哥身边的侍卫吗 怎么会在这里 齐皇子回去吧 半夏公子今天和我家主子有事 三哥也在 他们俩在干嘛呢 好吧 那我就不进去了 等他们出来好了 多谢齐皇子 宰怪 三哥 你也过来找半夏玩吗 我是说了不许任何人来吗 不好 你怎么会在这里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们在 公子 好险 好险 都是因为你 公子他 老子把命留下 秦皇子 冷 冷泉 死 付给我 安静 黄叔 我 九王爷 他体内的毒已经涌向心脏 能救他的 就只有九转还阳针了 九转还阳针 这套针法 可是当年的神医 速奉的绝活 能够让人体经脉 暂时逆行 但是 但是什么 但 但是这套针法 应该早已失传了才是 而且 失针时稍有不慎 就会遭受反噬 和病人一起死去 就算治好了 对失针的人 伤害也十分大 半夏公子 这件事都怪我 要不我回去向父皇 借御医来 你别 听到了 即便这样 你也要亲自救他 我非救不可 你说吧 帮还是不帮 记好了 你还欠本王两个条件 我用内力暂时封住了他的心脉 他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足够了 陈公 这就是凡事吗 不过 知道 木齐克 木齐克 黄叔 主子 主子 让我来吧 驾车 越来越好奇你们之间的关系了 小狐狸在意的人 但是 心里怎么就这么不爽呢 今天我们去那边的饭馆吃饭吧 好呀 不会吧 我 主子 到了 木小姐刚换了院子 防守比之前延了许多 主子当心 不必麻烦王爷了 请王爷将小姐交给在下 哪里冒出来的老鼠 王爷 扩令 还没完呢 这人居然有这么恐怖的蛮力 谁让你告诉我这么大动静呢 哎呀 没把我好力度呢 有王爷 小姐被你带走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现在还是一直昏迷不醒 有本王在 他自然不会出事 哪里轮得到你 你 都疼死了 我睡了多久啊 好想喝水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喂 你怎么了 我 宋月威 谁放你给我放天的 你这个死变态 不会翻墙进来的吧 谁说我翻墙了 我可是等了你整整一个时辰 听好了 你现在的身份是配得上我 等你当了我的皇子妹 就要好好服侍我 特别是不许睡懒觉 你脑子是不是不太正常 那天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你才脑子不正常 军事装风卖傻片了 现在居然还敢朝我喷茶水 感谢您还知道 我们已经解除婚约这件事呢 小姐就不送了 您走好了 你闭嘴 我可是有东西要给你 你给我看好了 我这个乖乖 这可是血月月诊 传说能够让人颜年益寿 每日诊她必有好望 我特意为你找来的 不过是个挂名郡主 母后究竟是看上了她哪一天 不过 母亲哥嫁给我 她的东西不就还是我的吗 这东西真不错 四皇子是真心实意要送给我的 这 这是自然 我真的好感动哎 让我猜猜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 就算给了母亲哥 以后也还是我的 你 姐姐 四皇子哥哥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 这是 血月欲诊 如此好东西 想来四皇子哥哥花了不少心思吧 妹妹来的可真是时候 当着妹妹的面 我也不好搏了四皇子的面子 那我就收下了吧 啊 原来是送给姐姐的呀 正好我们男厨也有许多贫困姿态 不如我就将这东西造卖之后 将钱都捐给他们吧 母亲哥 你居然如此糟蹋我送你的东西 捐款的事情 怎么能够叫做糟蹋呢 就是被父皇知道我亲近家产 买了这个枕头送人 四皇子 我替穷困百姓谢谢你啦 等等 四皇子哥哥 放开 母亲哥 你给我回来 亲哥 都是你的错 母亲哥 找了半天 这马场也没什么有意思呀 那家伙 该不会是唬我的吧 主子说 让你去东郊的马场看看 还说 那里有好玩的 一看了一定会开心 好玩的意思 谁说骑马 臭死了 小权 他又拉了 他又拉了 父亲哥 你可算是来了 行 不好意思 七皇子 请给我一匹马 小女这就离开 为什么呀 我们打理的不好吗 就王爷说 只有您说了可以 我们才能走 哦 原来如此 他怎么能这样呢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啊 蓝毅 你怎么也在这里 母亲哥 你也在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还是很诚实嘛 被随我 麻烦你离我远点 我对智障过敏 你 四哥 你可不能污蔑人家 明明是穆大小姐先过来的 我亲眼看到的 七弟 你 就是就是啊 还是七皇子公正 好你个木亲哥 连一项单纯的七弟都要勾他 过来 嗨 四哥 我刚好打扫完了 一起去玩啊 走 还有 你是不是忘了 有谁跟你一起来了 大家不必在意我们 小女虽然不会骑马 但是帮忙整理水囊 还是可以的 今天她也太不对劲了 它果真不像以前那副模样了 骑了这么久的马 大家都口渴了吧 哇 太好了 姐姐 你也喝一口吧 我就不用了 多谢妹妹的好意 好吧 姐姐第一次骑马 可要注意安全 母亲哥 这可都怪你自己 第一次骑马 难免会有失误 月明哥哥救我 快追 四皇子 求您来看看小姐吧 她好像被吓晕了 什么 你还好吧 我没事 多亏了你 你的东西好像掉了 等等 这 这不是半夏的东西吗 看来 被你发现了呀 半 半夏 我 我 我不会说出去的 你千万不要再让黄叔 叫我去扫码救了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 我相信你 他居然这么信任我 心里被塞得满满的 哎呀呀 这下可大事不妙了 七皇子 你怎么了 青哥 你简直是太好了 我居然 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你也太激动了吧 不过也是 在皇宫很难就算朋友吧 以后要对他更好些 木质兰呢 四皇子关心二小姐 亲自抱着他去找大夫了 跑得还真快 数奴婢多嘴 大小姐身为郡主 为何不像二小姐那样 好好学习琴琴说话 哦 说得这么顺利 灵儿你们家主子 平时肯定没少这样说吧 这是自然 我们家小姐还说 哦 果然是有什么主子 就有什么奴才 哎 啊 奴 奴婢忘言了 我想做什么 轮得到你们在我面前 说三道四 觉得傍上四皇子 就高枕无忧了 灵儿 木青哥 你要干什么 呀 手滑了 灵儿 还是我不好 小姐 我不该留你在这儿 姐姐 你也太 木 木指狼 你确定要跟我玩毒 姐姐说的什么 妹妹 啊 不承认也没关系 想弄死我 下次先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青哥 她可是你妹妹 太恶毒了 多谢夸奖 这娘们 四哥 娘娘 瑞阳君主 已经在地外候着了 让她进来吧 臣女参见皇后娘娘 瞧你 迟早是一家人 见本宫行什么礼 皇后娘娘和四皇子 喜欢妹妹之兰 是她的福气 如果娘娘 需要商量提亲的事 传爹爹进宫才是 母亲哥 你还年轻 受了委屈 一时一难平 也是难免 昨日的事 本宫已经教训过 明儿了 臣女不委屈 谁说我因为她生气了 就为了解释这破事 六点钟就让我 起床进宫 男人 有些红粉之急 很正常 做不过 是些上不得 台面的玩意儿 本宫许诺 只要你嫁给明儿 皇子妃之位 只有你一个 皇后娘娘 对臣女太好了 可臣女不像啊 你还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便是 别不识好歹 娘娘说的条件 臣女都不想要 因为臣女 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 被人操控的傀儡 母亲哥 你确定要跟本宫作对 娘娘说笑了 臣女不会跟任何人作对 若没什么事 臣女就先告退了 这么好的机会 都被你浪费掉了 要不是你总帮着 那个木质兰 她能拒绝得 这么直接吗 浪费时间 赶紧回去补觉 困死了 不过 这到底是哪啊 今天真是糟糕痛了 笛声 原来是浩轩 太好了 你能带我出去吗 瑞阳郡主 哦对哦 她还不知道 我就是半夏 真怕吓着她 先不和她说吧 臣女失态了 三皇子可以送我出宫吗 我迷路了 瑞领香 这种进宫的香 只有皇后宫里才有 她刚从皇后宫里出来 皇后的妻子吗 那她就是故意接近了 瑞阳郡主稍等 我叫宫女送你出去 等一下 我还有点事情想问你 不能是你送我吗 果然是在试堂 她怎么了 她怎么了 三皇子还是这么厌恶全世子女 果然 还是主子更适合穆大小姐 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 穆大小姐 这里 小的带你出宫 喂 我不是说 直接送我回相府吗 送我来这干嘛 我家主子她 好像不行了呀 你 你说什么 怎么不早说 她现在在哪 你们右边直走 第二扇门 左边第一间房间里 那里是 主子的卧室啊 她不可能连一点内伤都撑不过去啊 难道 还有我不知道的后遗症 凤家臣 你 你怎么 养生期间还喝酒 九王爷 你挺飘啊 喂 你别乱动 手伸出来 我给你把个脉 神圣 你 干 干嘛 你 好 臭 臭 臭酒鬼 有什么资格说我 哪里有臭味啊 还不是 有点香薰味吗 凤觉晨 好冷 情况不太妙啊 得让它暖呼起来 那是 屋里居然有浴池 凤觉晨 你还真是好无人性 真是的 虽然你现在比清醒的时候顺眼 但凭什么是我照顾你啊 别做梦了 竟然是梦 喂 又想说我臭是吧 你给我 你 你根本就没醉 不是梦 把我骗过来耍 算我看错你了 留意乡 一回来就看到有女人出了主子房间 有什么感想没 能进去了吗 我还有事要和主子汇报 切 你就不能配合我一回吗 主子 风云有事汇报 好呢 属下已经派人暗中护送穆小姐回去了 主子 你们 你可以闭嘴了 好 好 那件事情有下落了 是 穆小姐的生母 云荣雪 其真实身份 并不适合沐原同乡的姑女 她的真名叫做 轩辕西尔 居然是东骊国那位失踪的掌阳公主 本王记得 她原本和皇兄有过婚约 后来因为她的失踪 差点导致两国交战 穆青哥居然是她的女 这人 汇尔即使并没有失踪 也没有回东里 而是改名后 嫁给了当时的状元郎穆元 穆元 原本属于中立派 婚后却站在了大皇子 也就是当今圣上的阵营 穆元这个老狐狸 有贼心还有胆坐 居然敢抢皇兄的女人 算他有心 这件事 别让皇兄知道了 另外 属下探知 牧元还有一个秘密 哦 说来听听 喂喂 你最后说的那事是真的 照你这么说 穆小姐现在不是很危险 没错 哎 那你干嘛要说出来 难道你也觉得主子一定会去保护她 哥儿 真的没事吗 万一着凉了 没事的 云姨 我身体贼棒了 那好吧 哥儿 哥儿 你好好休息 杀了她吧 你不要给我回忆了 我绝持你 既然 既然 这可是我的初 山上小鹿诗花 你和云姨多住一些 知道吗 爹爹 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祭拜娘亲吗 爹就不去了 爹怕忍不住在你面前失态 姐姐 我也想去祭拜一下娘亲 姐姐 你有这份心就好了 体谅一下你姐姐 回屋吧 是 爹爹 母亲哥 我的好姐姐 希望你会喜欢妹妹送你的礼物 您今日 怎么有空立临老臣府上 因亡旗既日 老臣告假在家 恐怕 无心与王爷交谈正事 本王知道 这才私下办法 是否攻打东离国之事 本王 还是想来听一下 丞相的意见 距离上次大战 仅过去两年 根本没道理再次开战 况且此等大师 为何不在殿堂和众大臣一起讨论 要私自问我 臣惶恐 不知王爷的意思是 本王听说 本王听说 这王爷说的国师 只是一位不得志的书生罢了 哦 看来是本王错怪了这些 说起来 丞相夫人 长得颇像本王认识的一位故人 东离国 东离国 长阳公主 轩辕西 私人已是 王爷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么多 还想问什么 追究什么 本王只想问一件事 那东离老皇帝知道 他最喜欢的女儿 生了个外孙女在这里吗 知道 东离皇室内斗不断 所以清歌才会吃傻这十六年 为的 就是能让他觉得 清歌在我这里会更安全 那穆清歌现在已经不吃傻了 你还让他单独去祭奠长阳公主 哦 那他可能会借机派人把清歌 接回去吧 不过 本王想起来还有点事 先走了 九王爷也太奇怪了 怎么绕了一大圈 只问了清歌的事情 他还打不打东离了 立刻去调查东离那边有什么动静 可是王爷 这样慕容家那边很容易 还不快去 是 谁敢抓人 本王再踏平一次东离 真麻烦 慕容家 虽然最近爹爹在草堂上的主动 让他们有点着急了 也还顾忌不到我这里才对 小姐 你没事吧 都怪老奴没用 这些都是九王爷给我防身用的啦 云姨不用担心 我们回去吧 哎 幸亏二小姐没有来 真吓人呐 早上故意要一起来 原来是为了给自己摆脱嫌疑 看来传言是真的 南楚王对新收的徒弟格外伤心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什么人 慕小姐 我们的王上想见一见您 请您和我们走一趟吧 哼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异国之主请人 要这么偷偷摸摸的 慕小姐 不必这么针锋相对 这南楚迟早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自然是想来就来 不愿意说吗 看来是非法入境了 可为什么会来找我 若我不从的话 恐怕会让云姨射险了 小姐 你不能去 你们是东离国的人吧 不乖乖听话 别怪我来狠子 抓住他们 哥儿 你已经长大了 是一个好孩子 云姨性不辱命 没有愧对九泉之下的夫人 所以答应云姨 就算云姨以后不在了 你也不要伤心 云姨只是回去陪夫人了 林峰 顾送小姐离开 云姨 不要 逃 没门 慕小姐逃跑是对的 不然想着 跟老奴一样死也死不体面呢 放开 小姐 不要让云姨白白牺牲 你什么意思 云姨就一定会死吗 机会 骨蛇 去 我的骨蛇 是谁 你 你居然 真的来了 木青哥 你没事 他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 把你们的武器拿过来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 杀回去了 拿着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别蠢的把自己堵死了 是 小姐 不用这样 本王照样能杀了 我知道 我只是 不想让他们死得这么舒服 这次的情侣对他而已 知道是好是坏 小心点 别伤到自己 快快点 云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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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母亲哥 你救不了他 你永远也救不了爱你的人 凤之辰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你告诉我 要我答应你 多少个条件都可以 好 走吧 追杀你的那些人 就是其他国家来的 我知道 云姨说是东立国的 云姨是我娘的贴身侍女 她会武功 虽然令人惊讶 但更奇怪的是 云姨对东立国的人 也很熟悉 和云姨最后 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这件事回去后会让人查的 说起来 你上次答应我的三个条件 还剩两个吧 你 你已经想好了 第二个条件 我要你 不许以半夏的身份 出现在凤浩轩面前 凭什么 不凭什么 本王乐意 好 好吧 第三个条件 陪我去一个地方 为什么要故意甩开我 这里是 来的时候 看到这里景色不错 所以就 狼毒草 暗西葵 暗西葵 暑西葵 都是很珍贵的毒草呀 想知道就不选这里了 装什么温柔 太犯规了 更想哭了呀 喂 这次的草药泄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木槿哥 我 小姐 我在这里 看来小姐没事 你刚刚说了什么 我没听清楚 没听到就算了 草药下次再来宅 回去了 我刚刚 果然是听错了吧 今天王爷突然开了窍了呀 小姐小姐 小姐 瞧你急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府上有人去世了呢 小姐 你猜对了 大小姐今天遭遇了山匪 但是 大小姐并未出世 有下人今天早上 看到九王爷从老爷书房里出来 听说是老爷特地求了九王爷陪同 大小姐 正才逃过一难 她怎么会没事 大小姐没事 可是 芸衣为了保护大小姐 被山匪杀了 大小姐一回来 就待在院子里 伤心到现在还没出来 果真 废物 两个女人都杀不了 不过那个贱婢死了也不错 她现在一定是一副丧门狗的模样吧 姐姐肯定是被吓坏了 我要去看望一下姐姐才是 看来是真的死了 哼 姐姐也真是的 这么晦气的东西 怎么能放在门口呢 陈总 你来干什么 自然是来安慰姐姐了 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 不装了 那我是不是要恭喜妹妹 终于搞定四皇子了 我也不怕告诉你 即日后爹爹的生辰宴 明哥哥会当场向爹爹求娶我为妃 到那时你是郡主又如何 照样要向我行礼 而你母亲哥 永远只是一个下堂妻 你说 就你这样无趣的人生 当时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呢 云衣死得多可怜呢 时间到了 你说什么 你敢打 水 我的脸好痛 你给我做了什么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我只是不小心把水溅到你脸上了 污蔑我 就要拿出证据来哦 木志兰 你现在的模样 真美 小姐 你的脸 这不是我 我的脸不是这样的 母亲哥你怎么敢 我要去告诉明哥哥 如果你敢这副尊容 见你的月明哥哥 那我是真的佩服 就在今天 我用这双手 埋藏了云衣 我还要用这双手 慢慢地毁掉你们 带着他过来 是 是 老爷恐怕不会坐视不管 我知道 所以这药 只是吓着他 还要不了他的命 前提是他不作死 不会病急乱投医 否则 很容易出现药性冲突 导致负责 但生辰宴将近 他们已经急了 怎么 你觉得 我做得很过分吗 小姐不是坏人 我不是坏人 也不会当人人歌颂的好人 坏人以后 就由我来当吧 不过是死了一个贱婢 他怎么敢这么对我 姨娘 我这样 还怎么去父亲的生辰宴啊 不哭了 王子一定不会喜欢我了 好了好了 母亲哥知道 是你派人过去杀他 却没有告诉老爷 下毒这件事 恐怕是他给你的报复 生辰宴不用担心 姨娘会找人治好你的 听 听说最近有一位神医 专门治那些稀奇古怪的病 姨娘把她请来就没事了 真的 太好了 姨娘 你最好了 皇上 臣冤呐 皇上 兵部侍郎独子 受慕容妇差遣 脉官欲绝 此等大罪 需严惩才是 皇上 是臣教子无方 求皇上降罪 可这事臣真的没有参与啊 你儿子做的事 当爹的难道就没错了吗 这可不是小事 若无你的纵容 他敢这么做吗 主子 犯下神医的消息 已经透露给了三姨娘 另外 穆小姐对穆芷兰吓得毒 皇上 小儿生下来便没了生母 臣又不常在家 对此子也是疏忽教育 天色也不早了 此事明日在意 爱卿们先退下吧 臣等遵旨 湛王爷 你留下 朕 有要事相伤 怎么 最近和穆元的女儿 关系越来越好了 你这个师父当得怎么样 还 可以啊 那就好 慕容家族在朝堂这么多年 一直独占敖天 慕容卿更是规格之手 若不想办法压制住 难免会引起霍乱 作为牵制慕容家棋子 慕清歌 就是最好的人选 最近多接触一下慕容父的女儿慕容卿 正好给你们赐婚 尽快从他手里拿到那些东西 我知道 这是早就确定好的 最贬捷的计划 可是 皇兄 我 约尘 慕清歌那边你完成得很好 至于最重要的慕容卿 你也不要让朕失望 是 臣弟不会辜负皇上的嘱托 但不必劳烦皇上赐婚了 那东西本王照样能拿到 不如约尘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对他起了什么心思 你非要因为他跟朕作对 臣弟先行告退了 你给朕站住 想弃死朕吗 马爷 神仙打架 无路 老奴才 你去把皇后叫来 遵旨 凤绝尘的王妃绝不能是母亲哥 王爷 王爷您慢点 这么晚了 您现在过去也见不着他呀 能见着 不会又要搬墙进去吧 王爷 这么晚了 还打扰女孩子睡觉很不道德呀 才刚勾劳二更天 不会有事的 通融一下吧 我的姑奶奶哟 这位贵人的安全 我可担保不起啊 怎么这么丑啊 王爷 那是皇后宫里的宫女 旁边那位应该是刚祈愿回京城的清禾郡主 慕容夫的女儿慕容卿 最近多接触一下慕容夫的女儿慕容卿 正好给你们赐婚 尽快从她手里拿到那件东西 臣女见过九王爷 九王爷 见过九王爷 年礼 何事喧哗 启禀王爷 慕容小姐要出宫 可是已经过了宵禁 若小的放她出宫 出了什么事 小的这条命可担不起 这就走了 不说点什么吗 这王爷 臣女有一事相求 今天晚上 皇后突然有事 让臣女先回去 但是已经这么晚了 臣女此次进宫 未带下人 王爷可否 这不就是说书人经常说的才子佳人 主子你桃花来了 让您的手下 封银送我回去呢 若是让王爷困扰了 王爷便当做没听到吧 你一个弱女子 确实不好弹动 是 不知王爷可否愿意 王爷 我们出去后 把宫门带上 清禾郡主 还是待在宫里最安宁 九王爷还是这样呢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我再去问问皇后娘娘吧 不麻烦 不麻烦 可惜了 倒是浪费了姑姑给的机会 郡主不逼气呢 毕竟九王爷 不同于普通人 不 你没发现吗 九王爷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遥不可及了 他现在这样 反倒是令我意外 娘娘也多次提出 不可轻视了九王爷的徒弟穆青哥 穆青哥 就是姑姑说的 在我之后的第二位郡主 看来在我去祈福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不少事情啊 少废话 祖子 这么晚了 穆小姐估计都睡了 去拖住她 为什么手伤的总是我 这么晚了还亮着灯 居然就这么睡着 傻瓜 会着凉的 手好小 摸够了没 王爷 我这手 可是刚碰过去毒的呀 有毒 你自己没事吧 这个嘛 还碰 我骗你的 毒素抹自己手势害别人 这种刺损八百的招数 我怎么可能会做 都乱了 我怎么就睡着了呢 今天又要通宵了 这么晚了还看 你干嘛 本王可不想费劲救回来的人 还没派上用场就累趴下去了 放开我 有你这么当王爷的吗 听话 我叫人了 你叫啊 最好把所有人都叫过 想的美 我想的可比这还要美 你要听吗 凤居车你什么意思 想打什么坏主意 你不必这么防着我 我不会对你不虑 本王从不说谎 这个我拿走了 今天晚上给我老老实实休息 还有 这是在上次那个地方 才炮制好的草药 没了再跟我说 凤绝尘今天怎么回事 讲话也神神秘秘的 事出反常 必有药 难道他 喜欢我 怎么可能 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死光了 他也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哎 想多了想多了 睡觉 还在呢 通淫退步不少了 是时候增加训练了 他的功法 居然和我十足同盟 可我从未听说过他 先是诱惯公主 现在还和江湖中人有关联 墓园这 蛮着多少秘密 呸 就三里 居然卖我一千两 要是没有效果 我非得找人伤了这半相 做得不错 提成 少不了你的 不用 只要没答应 帮我再见他一次 放心 等你去了相府的宴会 就能见到他了 不过 你可能会认不出他 怎么会 扮下公子的模样 可是深深刻在了奴家心底呢 只要见面 奴家一定第一眼就认出他的 梅姨 我先回去准备准备了 哎 女扮男装的真相 还是让扮下一个人 去面对孕机吧 话说回来 要不是主子 突然让我调查东霖那边 恐怕还发现不了这件事情 东霖国的太子 早一个月前就已经不在皇宫 这件事 会和穆清歌有关系吧 恭喜恭喜 穆相 恭贺穆相 穆元 别来无恙啊 义老 穆元 你上次一告假 躲过了咱家智氏的聚会 这次可要好好和咱 喝个敬兴 义老还是这么老当义壮 身为义老 就是在凤绝尘之前的大将军了 看起来还十分精神呢 这就是你那宝贝女儿了 长得倒是标志 见过义老将军 爹 不要吓着人家小女生了 水寒见过木下 家父都有冒犯 还请见谅 不必多礼 小女不是这么拘谨的人 爹爹说的是 阁下就是新上任的囤旗校尉吧 我还奇怪 为什么义老这么清闲 原来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 小姑娘真会说话 既然你也觉得这小子不错 不如我们两家结个亲家吧 义老说笑了 原主才十六 你在想屁吃 你觉得呢 那你是认真的 我才十六啊 虽然马上就十七了 对戈尔来说果然很难适应 若不是夫人去世的早 我也不用操心这些了 义老 这事儿还是先看看小辈们的意愿 不着急不着急 我那还有一壶好酒 走着 行行行 我对我儿子可是很有信心 喝酒去喽 那个 穆小姐 非常抱歉 家父说的那些话 你就当做没有听到过吧 我现在只想跟随九王爷 建功立业 保家卫国 没事的 虽然我也是这个意思 但你有必要拒绝得这么快吗 很让人不爽 臭小孩 那是义大将军的独生子 易水寒吧 对啊对啊 听说现在 已经是九王爷的得力手下了 真是年少有为 说不定 还是下一个大将军呢 九王爷是穆清歌的师父 他很有可能会嫁给易水寒呢 这穆清歌 也太好命了吧 感谢大家近日历廉寒舍 客套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诸位 请 就算顶着那样一张脸 穆志兰也会想办法 在这么多贵人面前 获得知名度吧 哇 这 这不是运姬吗 旁边那位美人 又是谁 你管他是谁 他这是 想踩着运姬第一舞姬的名气上位 走运 好美 银姬今日开枪 倒是惊艳到我了 银姬 为你打高 半下在哪儿呢 不在大厅吗 哼 美姬不会是骗我的吧 烦死了 赶紧跳完 哇 那个人是谁 要我居然比应激还美 还没看面纱下面呢 此曲我准备了好几个月 就算是京城第一花魁 也不可能在七天内跳得比我还好 好 纸兰先舞异曲 祝爹爹 不如东海 寿比南山 居然是相扶二小姐 跳得比应激还好 纸兰有心了 入座吧 也没事了 难道是用了什么密钥 借孕姬名誉更上一层楼 却得罪了这些长蛇妇 看来不用我出手了 接下来就是提亲的最好时机了 真的不在 丞相大人 允姬有一事相问 半夏公子有来你家做客吗 哥儿没事吧 女儿没事 她怎么这样看着我 难道她看出来了 要死要死要死 不知你说的半夏公子是何人 半夏公子与她如此相像 我终于知道了 半夏公子 就是你在外面不愿承认的似 今天运机能接相爷和二小姐的光 为在座各位献舞一曲 乃是荣幸之志 我们就不叨扰大人们的兴致 先行退下了 翠儿 赶得漂亮 她怎么这样看着我 难道她看出来了 说起来 纸兰一直想敬月明哥哥一杯 月明哥哥可愿接受 自然 四皇子和二小姐的关系真不错呢 才子佳人呐 真是郎才女貌啊 怎么是你主动 着急了吗 与你无关 母校 我有一事想说 啊 来了 小姐 姨娘特意嘱咐了 你不能情绪太激动 不用你多嘴 四皇子 所言何事 我心悦纸兰已久 希望木相能 啊 啊 啊 月明哥哥 我好高兴啊 啊 我啊 啊 月明哥哥 你怎么了 你你不是纸兰 纸兰怎么是这幅老运模样 月明哥哥 你说过 不管我如何都会娶我为妃的 纸兰现在只是暂时这样 别在这里妖艳获重 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为妃了 本皇子府上还有事 就不脱留了 月明哥哥 纸兰 不许去追 你已送到 老夫也先行告退 府中小姐们闹她 我们也要早先回去看着 告辞 都怪你们 我虽不是嫡出 却也是爹爹的女儿啊 为什么爹爹不拦着月明哥哥 为什么不为我说起 哥儿 用我的帖子去请太医 给指蓝致脸 你去把这些事处理好 爹有些累了 爹爹 今天的宴会 皆毁于四皇子的任性作为 你不谴责他 反而怪我们没去求情 你真当我们莫夫没有底线吗 月明哥哥没有错 错的是你 你就该和云怡那个贱婢一起死掉 只要你死了 木齿兰你疯了 看来好戏已经上演 九王爷 你被木齐哥骗了 他现在这样全是抓不出来的 二三姐 你这是何必 你们根本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是他 是他毁了我的柔 之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连他都对付不了了 你放开我 你院子里有鬼 我陪你去抓 九王爷 你要相信我 行事不拖泥带水 果然是大将风范 可恶 二小姐 你弄错了一件事 木齐哥一开始 并没有让你彻底毁容 我这还不叫毁容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脸 变回来了 可我今天吃的药香 按理说已经过去了 怎么会 原本老脸只维持个三四天 被你这么一折腾 以后只能昙花一些 要恢复如初 可就悬漏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四皇子若真心喜欢你 就算你不在场 照样给自己 你完全没必要这么着急跳出来 给自己锦上添花 难道你在怕什么 刚才多谢你了 不过你就不对木齐兰的脸 感到好奇吗 还是说那密药 就是你给的 一副皮囊而已 有什么好奇的 就算不是我 也还会有其他的待遇 倒不如自己赚了这笔钱 何乐而不为 既然这样 那再好不过了 至于你说的鬼呢 你现在让我在这里 当什么鬼秋千啊 乖 听为师的话 还为师 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 等等 好像有人来了 清歌 宴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今天爹爹想早点休息 这人哪 到底是上了年纪 对了 清歌 我想借你几件衣裳 参谋参谋 过几天哪 做几件衣裳给你 你看 这 那就麻烦姨娘了 您给我去取衣裳吧 等男儿嫁给四皇子 我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这就到了 到底是郡主的院子 太大了 想对我下药 真是勇气可嘉 我来了 这就是要败坏我名声的人 长得是难看 不过这身材还是非常好啊 起码有六块呢 看来你是觉得很可惜啊 没有啊 你想多了 你是觉得本王的身材好 还是那个男人 无聊 你们的身材好不好 关我什么事 我要走了 你让开 你怎么好像很懂那些事情呢 特性 我是大夫 当然懂了 你以为跟你一样吗 老色胚 老色胚 你脑子里还装着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耍赖 放我下来啊 等会他们完事了 我爹再不知道就晚了 别想逃跑 处置了三姨娘 有选好顶替她的人选吗 三姨娘气微已久 剩下的姨娘一天要跟她作对 都怕得跟个安蠢似的 你来主持中愧 也未尝不可 不行 我才不要居在后院 准日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身 能把后院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女子 未尝不是乐在其中呢 我没有贬提她们的意思 不过是人各有志 你要带我去哪 你漏了一遍 你想让我找气一遍吗 可她向来不争不强 小朋友 你没事吧 她能瞒着所有人将孩子生下来 就不是个心思简单的 你的意思是 你是我弟弟 漂亮姐姐 康儿 大小姐 七姨娘 她真的是我爹的儿子吗 四肠幼子这件事 都是奴婢一人做的 康儿年龄上小 还愁大小姐 饶了她吧 七姨娘 能将小孩藏这么久 不可能没有后路 这么快承认 也是因为奉学臣办 别紧张 你起来吧 康儿又没做错事 多谢九王爷 多谢大小姐 你叫康儿呀 我去抱抱你娘亲 好 康儿喜欢漂亮姐姐 康儿听漂亮姐姐的 这 这也太可爱了 小孩子有什么好玩的 漂亮姐姐喜欢康儿 不喜欢你 这小姐还 王爷饶醉 童言无忌 九王爷不会生气的 你是个民事理的 康儿这么懂事 我也很喜欢她 你有没有想过 为她补个好前程 大小姐虽然清醒了 又有老爷的帮衬 但和三姨娘相比 到底根基尚浅 风险太大 这恐怕 康儿快到启蒙的年龄了 我也十分喜欢她 这个机会若是错过了 可就没有下一次了 你可想仔细了 是奴婢愚笨 多谢大小姐恩赐 康儿一定会记住您的大恩大德的 回报 老爷 浅身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这是别人设计的 我是被诬陷才会 老爷 请你明察 都是母亲哥 浅身好心想帮她做衣服 她居然对我下药 爹爹 刚才我可是一直都在寿宴上 后来王爷过来找我有事 我们一直都在一块 没遇上三姨娘啊 你明明就和九王爷串通一切 沐相 本王不介意帮你清理吗 这点小事 不必劳烦王爷 取请府上的大夫来 是 爹 难道您不相信姨娘吗 这种魅药入体后 药效发挥极快 寻常大夫很难看出来 现在只希望大夫能查到 否则 事与不适 大夫来了便知 这位夫人 脉相平稳 并不像中毒之人 宋大夫回府 然后取拿纸笔来 老爷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写修书 做出这种事情 你还以为本相会留你在府中吗 相爷饶命 相爷饶命 都是在姨娘勾引我的 小的一时 亲难自尽啊 相爷饶命啊 爹 姨娘跟着您 十多年 您怎么能不相信她 把二小姐带回房去 得踏出一步 爹爹 一场闹剧 本王爷看够了 让王爷看到如此场面 臣无地自容 我去送送王爷 奴婢 奴婢也要向老爷请罪 将康儿的事 瞒了这么久 真想看看 我爹知道 自己有个儿子 是什么表情 你不担心木像以后 会更喜欢那个小毛孩 这有什么关系 康儿本来就很可爱啊 招人喜欢 很正常 今天是爹爹的生辰 却发生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尤其一年和康儿安慰他 我也放心一些 小狐狸长大 没能像您一样老 可真是庆幸呢 我怎么记得某人 趁我醉酒的时候说了 虽然这样比清醒的时候顺眼呢 所以你现在这样 不会就是因为 我当时的那句话吧 别搞笑了 您可是九王爷啊 你说呢 不会是真的吧 在相府内宅 林峰不方便随时跟着你 我安排了人保护你 随便你随便你 还不快跟上 这么没用的女人 怎么配站在主子身边 主子居然还让我来保护她 主子的决定 岂容你智慧 奉劝你一句 不要痴心妄想 主子的十位安卫 都在重要职位 而我刚被提拔进来 却被安排做这种事 我自然生计 你不用与我说 老老实实服从主子的命令就是 母亲哥 一个内战女子 能有什么好怕的 凤绝尘 究竟想干嘛 突然故作亲密 难道是 先跟我掏近乎 做事师徒身份 然后好 破坏我 太恒了 居然这么快就抓住了我的弱点 这杯酒有问题 来人 大小姐有何吩咐 你是刚来的 叫什么 奴婢封烟 今天被安排来伺候大小姐 被安排 这么说 你很不愿意来伺候我了 普通的丫鬟 脾性可没这么大 让我猜猜 你就是凤绝尘说的那个 能保护我的人 大小姐一个规格女子 手无腹肌之力 自然是需要别人护着的 你不太了解我 凤绝尘也不怎么看中你嘛 什么都没跟你说 最好别乱动 你该不会以为 这只是普通的银针吧 大小姐 我并无恶意 并无恶意 若我真是后院女子 说不定就信你了 拉着茶杯上 抹的脏东西交出来 不然 给我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说是回去 就是任务失败 我这命 也不会留了 奴婢错了 求大小姐原谅奴婢这次吧 奴婢只是 你爱留就留吧 我母亲哥 从来不会把自家幸运 寄托在别人手里 赶紧出去 那我脖子上的毒 回去拿盐水洗一下就好了 我可是在杯子上抹了剧毒 要害她 她看出来了 只是收走了毒药 还愿意告诉我 真毒的解毒方法 我好像知道主子 为什么喜欢你了 居然是这么珍贵的毒药 这次卷大了 红杰尘 再安排几个人拉走我吧 沐嫣他不是个好灵 居然都不知道半夏公子 我好气啊 我有剑梅椅 半夏公子明明这么好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他 哎呀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运姬在相府见了木达小姐一面 回来后就笃定半夏公子 是木下的私生子 替半夏公子委屈呢 啊 他怎么会以为是私 私生子 奴婢也不知道呀 你快进去 劝劝运姬吧 我的姑奶奶哟 你可是京城第一花魁 怎得为了一个木 矛头小子 委屈成这样了 没 你帮我想办法 让半夏公子回相府吧 你这样了都能继续误会下去 哎呀 木达小姐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也要问过半夏公子才对呀 这可是他的家事啊 梅姨说的对 半夏公子说不定不想回去呢 哎 对对 我这就联系他 看什么时候过了 木达小姐 这次可不能怪我 啊 怎么背后一凉 啊 漂亮姐姐 康儿来看你了 康儿 要叫大姐 大姐 大姐 哎 七娘的事连爹都不知道 真是惭愧 这可是好事啊 康儿这么讨人喜欢 爹爹可别内疚了 他倒是很黏你 小孩子嘛 爹这次来可是有什么事 你还记得一老的儿子 易水寒吧 一水寒吧 爹不会还想跟我们俩凑队吧 你们走后 一水寒可是亲口对我说了 他想建功立业 我现在也不想嫁人 爹问你 一水寒样貌英俊 年纪轻轻 便得了湛王九王爷的青睐 前途无量 你也不喜欢吗 不喜欢 爹也不想你这么早嫁出去 可这是皇上的意思 皇上怎么又关心起我的婚事了 上次一个凤月明 还不够麻烦的吗 胜意难测 你这次没答应 皇上多疑 到时候问题就复杂了 爹爹不用担心 皇上要是真的强迫我家人 兵来将党水来土野 来了再说吧 福公公今日立临 可是有要紧的事要说 老奴见过牧相 今天过来是皇上吩咐 咱家带穆大小姐进宫一趟 这 那就麻烦公公了 哎 这是咱家的分内之事 哈哈哈哈 这穆大小姐清醒后 也是个妙人 但这次恐怕回不来了 皇上 瑞扬郡主 已经跪了一个多时辰了 起来吧 谢皇上 朕听说 你不想嫁给易将军 能说出原因给朕听吗 回皇上 原因很简单 两人互不喜欢 哦 你不喜欢易将军 那你喜欢谁 莫非是朕的皇帝 皇上 怎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你应该看得出 朕的皇帝喜欢你 朕从未见过他对哪个女子 如此上心 但绝尘的王妃 必须出身名门 善解人意 能够帮助自己的夫君 你虽然出身名门 但是心肠歹毒 相府最近发生的哪一件事 不是与你有关 为了你 朕的皇帝居然用下三滥的手 将穆芝兰的脸给毁了 他可是难处战无不胜的战王 被你糟蹋成什么样 竟做些妇人勾当 皇上若想要臣女远离九王爷 臣女自然遵从 还不够 就算你听了 绝尘也绝不会听从 所以 你必须嫁人 皇上 婚姻不适而现 您这样 是再毁了两个家庭 你不必多说了 这是朕特意为你准备的 喝下去还是嫁人 只在你一念之间 这果真是臣女想不到的 臣女 谢皇上赐奖 沐下和皇上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关系 恐怕又要变动了 皆是因为这位某情歌 他怎么来了 救 救王爷 皇兄 今天的事 我不希望再有下次 放肆 这就是你对朕说话的态度 皇兄这样对我的人 又有问过我的想法吗 走 你 朕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他倒是会报答朕 皇上息怒 王爷只是还没有明白 他怎么会在这里 看起来比我还生气 皇上对他而言 就像慈父一样吧 那他还这样冲撞皇上 可是你应该看得出朕的皇帝喜欢你 真的假的呀 明知道是毒酒还喝 不许再让自己陷入险境 听到没有 那个 我是先偷偷吃过解毒丸 你还有脸笑 要不是我 你 再抱一会吧 喂 能不能松开呀 很累呀 怎么了 我抱得太紧了吗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在大殿跪了一个多时辰 膝盖好痛 皇兄太过分了 我替他向你道歉 那 那我抱你回去吧 拜托 我的王爷大人 这里是红宫 你抱我出去 是嫌我死得还不够快吗 不许说死 好好好 不陪你 过来 这是你应该做的 不是我故意要的哦 行 你说的都对 清禾 清禾郡主 当心脚下 刚下过雨 石鹿滑 嗯 原来 她还会有这样的表情 啊 见过这王爷 还有风银那次 刚刚好像有个人在叫你 你干嘛 突然松手 你想吓死我吗 哇 真是的 抱太紧了 和我说话怎么可以跑时 都怪你自己 什么 你 你怎么这么来批 这王爷背着的 就是穆清歌吗 哦 是 是的 这王爷对自己的徒弟 可真好 我们走吧 姑姑该等急了 你来了 快坐吧 姑姑看起来 精神不太好 还不是明儿和穆清歌的婚事 不知道穆芷兰 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在木巷那里 大闹一场 回来 还要本宫 给他收拾烂摊子 刚才亲儿进宫时 倒是看到了穆清歌 他和九王爷在一起 这件事 本宫听说了 皇上不知为何 突然召见穆清歌进宫 凤绝尘赶到 在御书房大闹一场 然后 将穆清歌带走了 可姑姑 你不是说 穆家不过是皇上 用来牵制我们 慕容家的棋子 九王爷和穆清歌 恐怕不是简单的 师徒关系 我试探他这么多年 居然还比不上 傻了十六年的穆清歌 我看错你了吗 他们之间 是绝无可能的 九王爷身份高贵 由皇上亲自抚养长大 已经如同半个儿子了 皇上肯定瞧不上 穆清歌 本宫今日叫你过来 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 你多接触凤绝尘 最好让他对你有好感 到时候 皇上便会为你们赐婚 真的吗 我也是郡主 出身并不比穆清歌差 若是我在他身边 他是不是 也会这样对我 不过 皇上还是不想强迫凤绝尘 居然要女方主动 到底是委屈你了 姑姑 心儿不委屈 既然你知道了 就好好做准备 用本宫的口谕去找他 凤绝尘 还是会给本宫这个面子的 是 下来 我到家了 你也回去吧 大小姐 妈呀 大小姐 相府后墙上 被人画了两朵 超级大的曼陀罗花 两朵 要发财了 天哪 上次一朵就赚了一大笔 这一次得赚多少呀 透露一下 是哪位金主 让妹一画了两朵花 喊我过来 哎 自然关乎我万花楼的存网 还请伴夏公子 认真诊治啊 这么重要啊 那我拿到手的诊机 岂不是更多了 请问 你有什么病 那 伴夏公子 门被关了 被骗了 嗨 晕姬 公子 你居然不告诉我 我不是故意啊 什么关乎万花楼的存网 能已故意骗我过来挨揍吗 沐家私生子的身份 一定让工资很累吧 你以为 我是墓园的私生子 对啊 芸姬可是下定决心要帮你呢 芸姬见过木槿哥 她看起来 人比木智兰好相处 若是请她相助 她一定会答应的 那的确 等等 你要干嘛 你温暖的 你最后来是 你温暖的 你温暖的 你温暖的